桌上摆放的毒品 球棒 刀蟹等证物 都是警方在这波扫黑行动中所查扣到的物品 警方调查这次扫荡的黑帮涉及暴力讨债 滋扰店家意图强插干股 甚至还组成球棒队兜售毒品 胡作非为让地方乡亲心生恐惧 这个不具杀伤力 有的是震爆枪 有的是这个BB枪 但是还有瓦斯枪 但这个他们都拿来做暴力讨债 甚至恐吓威胁之用 这个就是 这个名人会 一群帮众 就盘踞着我们罗东各大KTV 甚至组成球棒队 遇有不从 或是有 在有谁阻碍他们 要贩卖毒品的时候 他们就组成球棒队 来群以殴打 狗链 这个非常的要求 甚至是 把这个 他暴力讨债 都关在狗笼里面 来做威吓的动作 让被害人 这个心生恐惧 立即偿还这个高利的 这个不法的贷款 宜兰陷阱局为了进化 选前治安 打击黑道帮派危害 在日前执行的全国同步 第九波扫黑 速枪打炸 弃毒四合一专案中 查气炸漆 赌博及各类犯罪 统计有31件 164人 并发动了制品扫黑行动 扫荡宜兰三个重量级黑帮 共计减速 附居提33名帮众到案 利用前一阵子耶诞的假期 我们规划所谓的进城扫黑 封城的扩大灵检、灵露检 那时值岁末年中 大家都欢聚着在一起围炉 庆祝着圣诞还有新年快乐 但是我相信 宜兰的一群恶霸 可能完全快乐不起来 甚至有的可能要在监狱里面 度过他一生最冷的寒冬 我们以来宪政警察 为了进化选前的治安 打击黑道帮派的危害 我们除了配合警政局在全国 第九部同步扫黑、 竖枪、打仗 还有弃堵、四合一专案 查记31名、31件 164人外 另外我们全局上下总动员 在短短的十天之内 我们就连续发动了三波的制品扫黑行动 我们扫荡的包括 包括竹枪、人堂、红人会、名人会 还有我们依然地区的不法组合 我们一次一口气 惨掉三大方派 那具体的33人 其中包括红人会、无姓分会长 在内的三名首额、首额都遭击亚禁建 新年到来 警方规划执行领检及录检专案 针对黑帮出入据点、依附行业等处所 展开高强度及高密度的威力扫荡 以安定民心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导 做鬼统筹 sob